一路走一路說 我面前的是火炭站 剛剛在火炭站下車 現在是B出口 邊蘭有一條火炭明渠 沿著這條明渠 向山方向走 黑色玻璃幕牆大廈 就是晉陽村 貴地村 在那裏找登山入口 今天想上草山 我一直沿著明渠邊 明渠不是河 但不算臭 污水多 明渠邊和火炭路的邊 有一條闊的行人路 我一直走15分鐘 前面白色的樓就是晉陽村 我們在晉陽村旁邊 是有山路上的 左邊有晉陽商場 前面晉陽村 下面綠色的邊蘭 我們可以登山 沿著晉陽村邊蘭 走到尾 就有樓梯 在這裏上去 在登山入口 來到這裏 一直都沒有分岔路 看到這棵大樹 在路邊這棵大樹 都沒有分岔路 但是這裏 如果直去 就可以繼續經蚊坑上草山 唯一的分岔路 就是這裏 你看到可以轉左上去 但是我看地圖 就有可能 轉左之後 不久轉右 可以上一個叫龜山的地方 它在地圖顯示 是灰黑色的路 所以我會想試試 好 上到樓梯頂 前面那些村屋 就是貴地新村的民居 我們一個U-turn向右 就有條山路 開始離開這個民居 看這棵樹給你 有些靈異感覺 上到錫屎路的盡頭 又是貴地新村的民居 我們不直入民居 不要騷擾人 在轉右 這裏有一條這樣的樓梯 在這裏上 影影回頭路 我在下面這些樓梯 大約是上來200級 左邊掃到下面就是蚊坑 上次我在草山下來 就是在蚊坑那條路 現在看到有小路 在那邊一路 沿路就是回到 都是回到貴地村 進場村 來到這個位置 為什麼要停一停呢 因為你上到樓梯頂 再沒有樓梯的時間 直開也沒有路 右邊就是一條 這樣明顯的山路 有箭嘴 但雖然叫明顯山路 攀升應該是很勁下的 現在看這條山路就明顯的 而且呢 有些絲帶的 即是說 不是只有我一個人走的 是有人走的 這條山徑很多位都是這樣 即是被風雨侵蝕了的山路 那些泥有些鬆散 有些沙 但邊蘭呢 這裏有少許峽谷的感覺 你看這裏多漂亮 多少呢 令我想起 元朗的井坑山 不錯的景色 繼續上了 剛剛也有些線 有些沙 我想都是初階不移 現在呢 拿著機 走幾步 大家看看 其實呢 最好就是扶一下 如果你不扶 都可以的 不過有少許線 扶就穩陣些 全部都是這樣 一步一步地攬上去 你說容易又不是容易的 對大腿的考驗都高的 你說條路 會不會迷路呢 似乎就不會了 走那麼大部分 基本都是清晰的 嘩 來到這裏 有一棵軟軟軟軟的樹 嘩 我想低炒這棵樹 應該挺漂亮的 怎樣回頭路呢 這裏比較開陽一點 下面是蚊坑 前面是舊土山 好了 我們繼續上山 這個方向 還有很少了 百多米 攀升多幾十 用了四十二分鐘 在晉陽村的山路入口 上來 來到這裏 好大風 原來有人走過 剛才又撞到一個山友 我走這四十二分鐘 撞到兩個行山人士 他們下山 我上山 不算多人走 因為今天是走一 很開眼 你看我三百六十度 給了一個全景 大家看 真的很開眼 好了 我現在離開龜山的山頂 我背後就是晉陽村 但正前方 有個塔 那個應該是靠叉石 右一點 那個山比較高的 就是松山 拍回頭路 前面那些很高的樹 後面就是龜山 我在那裏 一直這樣穿下來 有些明顯山路 一直下來 來到這個位 你看到這兩棵植物 好像是先人掌科的植物 我都不認識 你看多大棵 多漂亮 不知人種在這裏 好像卡通片那些假樹 你看看漂亮到這樣 哈哈 比人高的 竟然是這麼漂亮 你看 好了 不要說樹 說回條路 我背後在這裏 龜山過來 轉右 就是去回我上次走的那個 牛湖托 德華 公立學校舊子 左邊就下黃竹羊 很多人都認識 黃竹羊又下火炭 而正面這裏 黃色泥路 我想試一下 都是咬背灣 去到咬背灣 然後轉右 都是可以上草山 剛才我上龜山那一段 在晉陽村上龜山那一段 我知道它為何變成灰黑色的路 因為其實這條山路是明顯的 不會迷路的 但是它很斜 很多碎砂碎石 導致你覺得不舒服 很難走 初階不移 是這樣的 除此之外 不會迷路的 因為你一路看著火炭 那條路是明顯的 但是你會不會下山 滑下去受傷呢 就另計 那你就自己要衡量一下 因為我上山都覺得滑 你下山肯定會覺得滑 用些人頂著腳 才好一步一步踏下去 自己小心 啊 這條路更加寬 有少少行墨徑的感覺 這條路是會去咬背灣的 我有機會會再走這條山徑 不拍片都可以再走 因為頭段是很具挑戰性 但是呢 去到現在 中段了 那些中段就是很靚的景 很舒服的路 很開揚 很闊落 又不會覺得迷路 啊 你很明顯知道自己的方向 在去哪裏 一流啊 不久我們就走到這個 電塔底了 好像這些防獸有甩的電塔底 然後呢 就穿過電塔底 就是 繼續你看到前面那條明顯的山徑 是吧 挺漂亮 都挺難迷路 是吧 這樣的山徑 好了 來到這裏呢 有個大草地 好似被人野餐的地方 左邊呢 就是去咬背灣 在那裏呢 有條路 甚至是兩條路 就可以上上面那個電塔的交叉石 但是呢 現在你看到那些山勢 你就知道 就算有路上 都必定是很斜的 很辛苦的 那麼我們呢 就不做這個抉擇 我們呢 就是轉右 我們呢 依然是 向草山的方向 現在這個轉右之後呢 走一小段呢 就會再有分岔路的 基本上呢 就是向右呢 就是牛湖托 就是又是去那個德華 公立學校那裏 那裏 如果我們是直去呢 就是可以去到蟲仔園四色林徑 就是 在那裏離開也可以 那就不用再攀上山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可以 在前面的條路呢 就轉左 上草山 上次有條片 在草山下來呢 我叫大家認住這個路口 認住這些樹 就是這裏 轉右這個紅絲帶 你又下去這個牛湖托 在那裏呢 看到那個 德華的舊子 然後呢 就是可以 下蚊坑啊 去回晉陽村那裏離開 一樣的 現在我都可以在那裏走的 如果很累 現在好像呢 又未夠皮 照走一輪先 看看待會去到哪裏再決定 我再走前一點 然後呢 又見到這些靚樹 這些景 最主要我想指出一個路口 這裏呢 你見到有絲帶的 下面呢 也有絲帶的 有一條路呢 最終都是落回去 牛湖托德華那邊 如果剛才錯過了路口 現在可以再補回 在這裏再落 如果錯過了路口 不要緊 我們不一定要下火炭的 大家認住這裏 如果我由火炭的山勁入口 開始計算 那就是大約來到這個位置 是1小時30分鐘 都不夠 即是1小時20幾分鐘 來到這裏 你拍一拍 這裏呢 是有一些好像山路的 很斜的位置 那這裏可以上草山的 是斜的 頭這裡有一段 中間有幾段斜的 那你 下去就沒有什麼好走的了 不要緊 下去了 下了一會上不回來 直去吧 如果你覺得太具挑戰性 上草山 就直去 去回四色林徑 那裏的路 穿穿插插 你看地圖 上哪裏走都可以了 講一講 這裏呢 海拔三百四十幾 那草山就六百多 那變成是攀青三百多 上草山 看一看這棵 枫葉樹 如果你覺得這裏位置難認 你就認一認一棵樹 那你其實都不難認 這裏你看 這裏是這樣的 一步一步這樣上 找手搬一搬就穩陣一點 是吧 好 上完幾十米很陡峭的山徑之後呢 跟著又出現這些這麼漂亮的山路 又容易走很多 那不斷有的 一段又斜 跟著又好走 一段又斜 一段又好走 這條山徑呢 好玩就好玩在這裏 不過對那個大腿要求很高的 如果不是呢 走開山呢 你就去試這條路吧 我想你走到一半 可能會抽筋一次的 自己小心 衡量一下先 雖然現在這裏上去 攀升是三百多 1.23公里左右 如果你初街的話呢 就不太適宜了 如果你跟我呢 首先攀升了龜山 然後再過來呢 又可能再辛苦一點點 你看到呢 右手邊好像有一些 山泥傾瀉的位置 不過這麼久都沒有下雨 也不用怕的 那裏呢 那裏呢 一路有少少崩塌 上次我下山呢 在那裏上面 在崩塌那些 垃石的上面 走過來的 其實你走上走下 一樣的 按照計走下路就安全一點 除非它是山泥傾瀉 倒下來的 如果不是呢 你沒什麼必要去怕的 那在這裏呢 你見到好像 一二三三條路呢 最終殊途同歸 有少少好像墨徑第八段 那樣 上大帽山那裏呢 無論你走哪條路呢 最終都是一樣的 你看看我上來的路 多麼明顯 遠望就是火炭 火炭那邊過來的 一路上這段都幾斜的 來緊前面這段呢 又是斜 我將那些難的路呢 拍多幾個鏡頭 大家看一下 自己判斷一下呢 會不會太辛苦 走開山有經驗呢 可能覺得這些 最多是少少辛苦 其實沒什麼的 那如果你不走開山呢 我建議你呢 盡早就回頭是岸 因為 你看這裏 下山都慘的 會滑的 有些草頭的 要小心 但是上山呢 就是辛苦了 那你是不斷有這些 平龍 跟著又斜老 又不斷有這些牛屎 總之是重複又重複 但是是靚的條路 那現在呢 我花了15分鐘 好像走了大約是 四成左右 這條斜老 那我想 可能花多20分鐘 20多分鐘左右 那應該可以上到 草山的標高處 現在這裏沒有那麼斜的了 就是最斜的兩三段呢 已經過了 那 希望這些呢 可以加速一點點 容易一點走的 這條路 你看看多清晰 你猜不到啦 這條路 又不多人走 我一個人都沒有看到 現在走了這麼久 好 來這裡稍微停一停 前面呢 就是草山山頂 我們看到這條路呢 就是這樣 落一點點 然後就繼續上上上上上 好 快到山頂回頭看看 最遠的那些樓 就是火炭 我在那裡走上來 看到那些樓的前面 那裏呢 是有一個山仔 那裏就是我第一個上上的山 就是龜山 上完之後呢 就落回龜山 經過那個電塔 穿過電塔底 然後再直去這個咬背彎 我們呢 就沒有轉左上去靠叉石 我們呢 就是轉右 然後就經這個糾翹的山路呢 就上來 我都不知道人家怎麼叫這條路 地圖上又沒有記錄到 那 那 突然間想起我 一路走一路講 很少是全條片講完山路的 但是呢 現在還有可能 百零二百米就到山頂 基本又試講一個很簡短的話題 就是有時候那些小孩子呢 他問父母的問題呢 會導致父母很尷尬的 但是到今時今日呢 可能沒那麼尷尬 因為有些小孩子 可能四五歲三四歲 他很聰明 那他懂些字呀 懂說些東西 那樣 那他就問你 究竟我從哪裡來的 那樣 啊 比如媽媽怎樣生我出來 那些父母呢 以往就經常都是 亂地說 講大話 在垃圾池撿回來啊 在街邊撿回來啊 在街邊撿回來啊 其實這樣騙他 沒什麼好處啊 那你 但是你說又說不到啊 難道你說父母做了什麼 行為而產生什麼 然後就生他出來 那你 又說不到 說他也未必明白 怎麼說呢 但是今時今日容易很多啊 現在啊 你上youtube呢 找些片呢 很簡易呢 就可以有這些 解釋的啊 很詳細的啊 也是很清晰的語言啊 現在有片看的嘛 不用你說嘛 你沒有尷尬嗎 他不明白是他的事而已 但是呢 如果他看得明白呢 他反而是掌見識的啊 還有另外一些問題呢 那些小孩又很喜歡問的 不過呢 剛才問說他從哪裡來的 那些小孩又可能聰明一點 如果有些小孩問 我們家又不有錢啊 那這些小孩呢 通常都不是很聰明 因為其實 他三四歲他就感覺到的了 他可能和你出街啊 有什麼就可以吃什麼 想買什麼玩具就買什麼玩具 有些呢 就父母催三催四 始終都不買 買杯雪糕吃都說不好 那就買些呢 十元八元的 就是 差到沒有人要的玩具呢 他都在這 想前想後 不如回去自己做吧 那你想一下呢 其實那些小孩 怎會不知道 家裡有錢又沒有錢 你硬硬去問父母 父母你猜有什麼答案呢 那些例牌的那些答案 當然有說窮啊 又說呢 所以你要努力讀書啊 將來出人頭地啊 不要輸在起跑線啊 那說這些無謂咯 其實這些這些無謂說話呢 可能幾十年前都好些 現在更難啊 現在他是不是努力讀書 都是輸在起跑線的啦 我們一國兩制那個一國 你知道多大 是吧 不斷有什麼優秀人才計劃 不斷來追求我們的香港人 那你想一下 遲早好像澳門一樣 即是 香港是有 大約可能三四成 或者四五成的人呢 是新移民過來的 他們那套文化來到 就是掩蓋了你固有的文化啦 那你想不輸在起跑線都不行啦 因為 大陸的文化和我們完全截然不同的嘛 他們的起跑線啊 你一出生就輸了啦 你不是官二代 紅二代 富二代 你已經輸了啦 你努力讀書有什麼用呢 人家不用努力讀書 捐些錢搞些關係 不一樣可以清華北大 你行嗎 你輸就輸了啦 根本 那五年才有沒有得救啊 就是應該這樣說呢 未曾成為杯胎之前 你可能是游泳游得最快那個 就是你在你的賽道上你是冠軍 但是 那個問題你走錯賽道嘛 這個賽道是 不是姓江 不是姓溫 不是姓雜 你姓什麼呢 你姓什麼呢 你姓那些 屎尿林伯菜 有什麼用呢 是不是 所以呢 最好呢 就是等小孩子自己感受 自己家裡有錢還是沒有錢 他自己知道 如果他感受不到的 就等他再遲一點 長大一點 他就明白了 唉 怎麼會不知道呢 人家走完山一落到去 一小巴巴士又不等 叫Ober 叫的士 那你又知道啦 人家說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想去哪裡就去哪裡 假期說去哪裡玩就去哪裡玩 是不是 你行不行 如果你行不行 如果你行不行 你又不會窮到去哪裡 如果你不行 在這裡推三推四 說什麼都沒用 人家經過甜品店 想吃甜品 你說回去做大菜糕 你說這些 小孩子慢慢應該感覺到 自己家裡有錢還是窮 對吧 所以說來也沒用 唉 終於來到這個 最開揚的位了 你看這個 士刀石 這個真是大風到死 這個景真是沒敵 現在呢 在這個士刀石旁邊 又電 就電到遠遠的城門水塘 就是荃灣那邊 然後左邊 尖上來那個就是針山 看來這邊是大維沙田 馬鞍山 再靠左 就是可以慢慢繞個360度的圈 靠左來到這裏 船灣淡水湖 八仙嶺黃嶺 九龍坑山 那邊最遠的樓蒙一點 大陸來的 那現在呢 繞了個圈之後呢 這邊呢 就是直去草山的飆高處 我由這個 進陽村上來 用了 來到現在這個位 就是兩小時零十分 不斷走 沒什麼怎麼休息的 可能休息過三兩分鐘左右 喝水 有時候喝水也走著喝 沒什麼休息 兩小時鬆一點點 再走快一點都可以的 但是沒有啦 沒有必要 因為今天快不了 那條路不熟 一開始上龜山那段路 上龜山那段路 我建議大家如果有能力的話 真的可以試一下走一下 如果你龜山下山就會滑 你從進陽村上龜山呢 你從進陽村上龜山呢 應該呢 線得來都是安全的 但要有能力救 如果不是呢 你走到一半大半 你就抽筋 那就無謂了 雖然矮矮的山 但是它斜 一直斜著 那現在走這裏呢 就是 在右手邊 前方的右手邊 我們就會看到 草山的飆高處 所謂的右手邊就是這裏 條路不明顯 但是很短的 你基本上是看到 這條飆高處走過來的 是不是 多漂亮 上次上過去了 今次不爬上去 如果想爬 左邊爬要安全一點 如果你的手腳不靈 我就不要踩了 好了 今天拍到這裏 告一段落 落山路段 下回分解 拜拜